大家好,我是蔡雨洋 很高兴来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 古三世音盘顿甲终极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音盘顿甲八门相义详解 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的 它们受着时间和方位的直接影响 古人发现了这一规律 就按方位与事物之间的联系 总结出了它们的特性 并把空间分为八个方向 称作八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这八个方向 我们用八门来表示 八门代表人事代表人的行为 八门门破为身体受伤 或相应的工位摆设的东西有破损 这个八门门破其实就是这个门 落到了他所破的这个工位 比如修门落到了离宫 那就是离宫的门破 门破呢就代表着 在南方有相应的物品破损 或者说呢 在我们的身体离呢 代表的是头部 头部有伤疤 这就是八门门破 门破了代表人际关系呢 容易出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阴盘顿甲八门之修门的相意 修门呢 五行是属水的 修门的本宫位呢 是砍宫 代表的概念呢 是修养生息 休闲 懒散 漫不经心 调养 整理 美发 死亡 当然 我们也要把它分为阴阳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 这个修门 没有门破的时候 代表的就是 修养生息 休闲 调养 整理 美发 如果说这个修门 有门破 那就代表这个人呢 比较懒散 漫不经心 代表着呢 死亡 因为我们在看武装电视剧的时候 尤其是三国演义 常会听见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 五命修仪 这个修呢 就代表着 死亡 当然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 还要看 这个宫位 其他的符号 尤其是 天盘 3761 或地盘 3761 是否有 激情 入目 如果有激情 入目的话 也代表这个门 向不好的方向 去 减断 如果这个宫位 整体没有 撕害 那我们就往 好的方向 去 判断 修门代表的形态呢 代表的是漂亮 美丽 气质好 语音 偏低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形态 当我们去帮别人预测的时候 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可以通过 3761 九星八门 把他呢 描述出来 尤其是这种网测的 你没有见他的面 就能够把他的性格 还有形态描述出来 他会觉得你很神奇 性情 六门的性情呢 代表的是安然 漫不经心 懒散 倦怠 性情 温顺 没有活力 同样的 我们要看这个公里 有没有似害 如果有似害的话 那就 往不好的方向去断 代表这个人呢 就是懒散 倦怠 没有活力 做事呢 万不经心 如果说这个公里 没有似害 就代表这个人呢 神情 安然 性情 温顺 就往好的方向去断 这个就是修门 断他的 形态 还有 性情 这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修门代表的人体呢 是肾脏内分泌系统 生殖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 因为修门属水 所以说呢 和肾脏 生殖系统 还有血液循环系统呢 是有关系的 修门代表的动物呢 为和水有关的动物 比如说金鱼 还有呢 就是比较懒散的动物 比较慢的动物 比如毛毛虫 蜗牛 水牛等 定情温顺的 动物 代表的植物呢 有水草 白菜 萝卜等 冬季的 素菜 因为五行熟水 水代表的是冬季 方位代表的是北方 天时呢 代表的是冬天 雨雪天气 色彩代表的是黑色 灰色 和蓝色 其实它和人水 鬼水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人水 鬼水 是三七六一 而这个修门呢 它是属于八门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修门代表的动物 是水牛 生活在水里 性情呢 比较温顺 这个呢 是毛毛虫 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 比较慢 懒散 这就是修门 所代表的动物 我们来看一下 修门代表的人体器官 这个呢 是肾 这个呢 是生殖 泌尿系统 所以说呢 它和肾脏 内分泌系统 生殖系统 还有就是血液循环系统 都有很大的关系 修门门破了 就代表着这些部位出问题 当然要看修门所在的 宫位是哪个位置 如果修门落在离宫 门破 那就代表着心脑血管 血液循环方面出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植物 就是白菜 修门呢 代表冬天的蔬菜 然后也代表着 水生的这种植物 水草 修门代表的天时 就是冬天 还有下雪的天气 这个呢 就是修门的相意 想知道更多 关于古三世 阴盘顿甲的知识 你可以持续关注 我的课程